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叫好不叫麦的一个花吧 就是这个东西了 它是适合做庭院里的一种 就是像那种花镜植物 你看 它会结这个果子 是这种蓝色的 有话说这个叫什么 你可以称之为叫蓝宝石虎须草 它其实呢就是卖冬的一种 你要明白这个事 好像是说叫卖冬 好像不当卖这那那那的 反正总体来说呢 它是很好养的 它也耐寒 你像在山东地区地灾的话呢 上面冻干了 它下面第二年还能长起来 它这个根系很特殊 我给你们打开看看根系 它这个很好玩 你看 这个根还是长得比较旺的吧 就是这种树根类的 就是冬天冻不死 第二年还能长起来 还结这种蓝色的这个小果子 就是有的话说 老花一下为什么不好卖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好卖 我们去年弄来了 价格也不高 好像有庭院的处宝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说卖的又不多 话说盆栽 盆栽也挺好看的 这种黄了的叶子 你没事可以揪 可以给它揪掉 它总是会黄一些个叶子 这个没办法 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 不好卖的原因吧 如果说你家里边 那个黄叶子特别多了 你可以整个的给它剪了 剪了让它重新长 不过这东西还是种到院子里面好看 也喜阳 也耐阴 也耐寒 也耐汗 你这玩意儿就种地上就能活的东西 卖东 好玩吗 话说我想要 想要没有了 就今天看到这个花了 想起来了 给大家道道一下 老刘说这啥花 比较感兴趣 像这个东西要在你们云南的话 就直接扔地上 种上 但是可能就是 扛不住你们云南那么旱 你懂吗 云南太旱了 可能就晒得都干吧 到了雨季可能又长得好 要是旱季的话 它可能就整个的很枯 很枯黄 但是它不会死 就这个东西 很好玩 好了 这个叫蓝宝石 也叫虎虚草 也叫麦东 觉得不错 记得点要关注 我是老花一 两花七仔一 白了吃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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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